在家怎么练臀腿呢 可能人觉得有点难 因为家里不像健身房 条件有限 而且臀腿属于大肌群 小重量多次数是没有用的 一定得上到大重量 才能打破稳态 然后才能进步 所以我们在家练腿的一个难点 就是怎么要把重量给解决了 这个我后面会说 一个完整的下肢训练 必须包含宽关节主导的运动 和膝关节主导的运动 说人话就是臀和腿 那接下来的内容 也都围绕这两个点来展开 新手的话可以买个大号的矿节水 练高脚背深蹲 或者狐狸硬拉 但是这个水桶太轻了 只适合力量比较小的女生 如果你能轻松做满10个 那得想办法增加难度 可以把水壶换成行李箱 再背个书包调节一下前后平衡 如果觉得还是不够用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增加难度 家里有老婆的 可以背着她做个深蹲 但是这个器械的重心比较高 更加考验核心的稳定性 对生存稳定肌群的激活也更加到位 随着计划的推进 我们可以偷偷调节老婆的饮食 来控制负重 以达到渐进超负荷的目的 也可以加入单腿类动作 让我们的训练更有功能性 可以练后脚抬高分腿蹲 单腿硬拉 这些动作只需要较小的负重 就能达到较高的强度 也是高受益的动作 很多运动员的训练计划里 都有这两个动作 非常值得一练 也可以直接背着老婆爬楼梯 爬楼时上半身竖直一点 对腿部的刺激会更多一些 上身浮一点 对臀部的刺激更多一些 大家根据自己的训练目标 来调整角度就可以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